人有吃喝就一定会有排泄 排泄是大家生活中都会有的一个环节 每个人排出的废物和他的饮食有必然联系 吃得多排泄物就多 城市里人口密集每天都产生数以万吨的排泄物 在农村人们的排泄物绝大部分会被用来做农作物肥料 那么城市里的排泄物最后都去哪了呢 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 在城市里几乎每栋建筑物都会配置 一个化粪池 每天人们上完厕所后用水一冲 这些脏物就会顺着管道进入到化粪池 城市的化粪池并不像农村的厕所 它的处理也不像农村那样简单 排泄物进入化粪池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 微生物就会开始活动 将排泄物发酵和分解 残渣式排泄物经微生物发酵分解来到 是农业生产中的好肥料 它们最终会被粪车装走 拉到了农村到肥料使用 而化粪池里的一些其他垃圾 就需要经过专门的处理 等处理过后一些达标的废物 也会被当成肥料使用 而其他不达标的垃圾在消毒后 会拉到垃圾站统一处理 而其他的脏水会顺着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 一些处理达标的水 会用在一些城市滤化的浇灌上 又或者在夏天的时候用来撒在马路上 除了这样处理之外 城市里还有一些沼气站 专门用来做沼气的 做沼气的原料就是这个排泄物 沼气站的工作人员会开装粪车到居民区 装这些排泄物 然后拉到站里处理让它们发酵 之后利用专业的手段把沼气收集 再卖给城市居民使用 这就是非屋的循环利用了 没想到这些排泄物还有这么多的用处 大家看完是不是长知识了呢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